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太空科幻片《地心引力》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隶属于美国的航空飞船探测者号上的宇航员们正在舱外执行任务 第一次执行任务的美国女博士瑞恩和经验丰富的宇航员麦特配合着 有说有笑地修复哈坡望远镜 这时候,休斯顿的指挥中心传来消息 俄罗斯发射了导弹来击毁一颗废弃的间谍卫星 爆炸产生的碎片击毁了大量航天器 而这些碎片正在向探索者号飞来 出舱工作的三个人马上紧急撤离 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 碎片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他们袭来 击中了探索者号和哈坡望远镜 一名同伴被高速飞行的碎片击中当场毕命 瑞恩则被旋转的机械臂甩飞在太空中 这一系列的情况让瑞恩惊慌失措 急促的呼吸让宇航服的氧气供给不足 这时,麦特前来用绳索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找到了同伴的尸体,准备返回探索者号 但是损坏的飞船里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 他们与指挥中心的信号也被迫中断 为了返回地球,瑞恩和麦特决定 利用推进器前往国际空间站寻求救援 第一次执行任务的瑞恩非常紧张 为了缓解瑞恩的紧张,麦特和他聊起了天 在即将抵达国际空间站时 两人的燃料和氧气逐渐耗尽 空间站里的人也早已逃亡离去 两人因飞行速度过快 无法正常地停靠在空间站表面 在老司机麦特的帮助下 瑞恩成功进入了空间站 麦特知道绳索的受众力有限 开玩笑地说自己在太空行走的记录 不会再有人能打破了 然后松开了手中的绳索 飘向了漆黑神秘的太空迎接自己的死亡 麦特在氧气耗尽之前 尽最大的能力教导瑞恩利用破损的飞船 去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然后再搭乘神舟飞船离开 悲伤又疲惫的瑞恩在空间站内休息了片刻 醒来后 想尽办法还是没能联系上休斯顿指挥中心 而此时再也无法听到麦特的声音 在这浩大的宇宙中 只有瑞恩一个人 这让他沮丧又孤独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线路的故障导致空间站内起火 瑞恩只能躲到飞船中去 正准备离开这个轨道 以躲避后续飞来的碎片时 发现降落伞的绳子勾住了飞船 无奈的瑞恩只好走出飞船 徒手解开绳子 碎片不巧就在这时飞速向他袭来 瞬间击碎了空间站 瑞恩慌忙中解开了缠绕的绳索 重新回到了飞船 但发现飞船的燃料也已经耗尽了 瑞恩绝望地大叫 在冰冷的飞船里 瑞恩降低了舱内氧气的浓度 准备在睡梦中死去 朦胧中 他看到麦特进到飞船并安慰他 鼓励他一切都还有转机 一定要打起精神 醒来的瑞恩发现这一切 只是自己的幻觉 但瑞恩也因此重新振作 决定利用登陆舱着陆的动力 前往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而天宫空间站因为碎片的撞击 早已偏离的轨道 即将坠毁 瑞恩快速地将登陆舱从飞船分离 成功地飞向了天宫空间站 为了登上天宫 瑞恩借助灭火器喷射的反作用力 靠近天宫 顺利爬到了正在坠落的天宫空间站 还没来得及喘气 流星雨般的碎片再次袭来 瑞恩慌忙地进入了天宫空间站 找到了神舟飞船 面对着全中文的操作系统 瑞恩只好一个一个尝试 瑞恩正以超高的速度向地球飞去 而身后的天宫空间站 因撞击变成了碎片 最后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太空之旅的瑞恩 成功地降落在了湖里 但由于过快地打开了登陆舱 湖水漫进了登陆舱开始下沉 但经历了这次太空之旅的魔力 现在的瑞恩早已不是之前的瑞恩 他脱掉了宇航服 拼尽全力又上了岸 地球的一切让瑞恩感到了生命的可贵 瑞恩满足地站了起来 倾笑一声 迈出了重回地球后的脚步 而这部电影 也算得上是众多太空题材中 不可多得的硬科幻佳作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这件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